我跟妳講我真的只有 重過雙眼皮膚 我知道為什麼錢很大的 天后蕭小萱16號深夜 跟好友在家喝酒開趴 難得在IG開直播一開口 馬上就駁斥整心傳聞 甚至還把挺鼻一秒捏成豬鼻子 要大家來驗禍 我真的有點瘦最近最近 不覺得 胖一點也覺得 比較好看 去打一點那種填充物 我跟妳講我真的 我跟妳講我真的 但是我每次每天講我整什麼 我真的沒有 就 這個也沒有 然後什麼都沒有然後 但我很想要 做一點這裡 然後我捏一下紅 縫雙眼皮是大家都知道 而且我去動睫毛 然後我的眼線妳有看到嗎 鏡頭前要大家一一檢視 但是蕭小萱這舉動粉絲們關心 是不是因為開趴喝茫了 才會這樣大剌剌的說這麼多 我沒有喝多我沒有喝多 是這些人喝多吧 後面這些 37歲的她今年4月和小13歲的 職業高球選手陳華分手後感情空窗期 心情似乎也陷入低潮 日前還曬出錄音的工作照 還PO了新歌的製作片段 粉絲們聽了都好期待 大家好奇到底幾時會有新專輯 天後掛保證給答案了 就要大家再耐心等一等 記住台北有送報道